《创造金钱》第一章 你是丰盛之缘 安静下来,闭上你的眼睛 想一样你曾经渴望而且得到的东西 回想一下你得到它之前和之后的感受 你对拥有它的正面想法 你感觉你会拥有它 回想那个收到它当下的喜悦 显化是自然而且自动的事 你总是在运用你的想法和感觉 创造你所想要的东西 它是让你将内在的想法、概念、愿景和梦想 带进外在的世界 而得到感官经验的一种过程 当你想住一件你读定可以得到的东西 你对它持有正面的画面 你知道自己可以得到它毫不怀疑 你渴望、意图拥有、愿意采取行动 让它进入你的生命 开始观察你是怎样去创造那些小而简单的事 从感觉轻易的事物开始锻炼你的显化技巧 当你对你的创造能力有信心 你就准备好用更无限的方式去显化更大的事物 你的创造无限制 你活在一个无限的世界 任何时都有可能的 我是我风盛的源头 你的金钱和风盛的源头是你自己 运用感情、想法和意图 你就能成为心想事成的创造大师了 你的财富、源头就是你 而不是你的工作、投资、配偶或者父母 当你连结灵魂或者带我的无限风盛 开启与更高力量的连结 有些人称之为神、女神、林哉 一切万有或者宇宙 散发内作的平静、喜悦、爱、安好和活力 等更高的品质 你就是你的风盛源头了 拥有金钱和事物 不如熟悉创造过程来得更重要 当你熟悉创造的过程 你的风盛能力将不会取决于经济环境 又或者外在条件 心想事成的能力 会让你在想要的时候 创造那些你需要的事物 学习创造风承 是成长过程的一部分 需要你改变想法 并扩大你认为自己值得拥有什么信念 获得新事物的过程 一辆车、一间房屋 又或者一大笔新水 将会带给你成长、学习和新的技能 当你熟悉显化过程 你将会有能力运用金钱 或者用你创造的事物作为工具扩展意识 更完整地展现自己 你的想法要有真实的本质 虽然你的科学仪器没有办法量度它 但是你可以想象你的思想是磁铁 这些磁铁会到外在的世界 为你吸引和它们相似的物质 不断复制直到成形 你周围的每一样事物存在之前 都曾经在人心目中的想法 好像是车、道路、住家、建筑和城市 在真实存在之前都曾经是想法 你的想法建立一个模型 决定什么事物要被创造出来 而你的情感提供你的想法能量 促使它们从内在世界生成外在的形体 当你的情感越强 创造的速度就越快 你的意图引导你的想法和情感 而且维持稳定焦点 直到你得到它 我专注于喜爱的事物 并将它吸引到我身边 因为你的想法建立了一个模型 决定你会吸引什么 因此重要的是 想着你要什么 而不是不要什么 你不会因为害怕或者厌恶某个相反的事物而得到它 例如富有不会因为厌恶贫穷而来 能量追随思想 你的焦点放在哪里就得到什么 你越喜欢拥有财富和封诚 越经常想象你拥有它 就越能将它吸引到你身边 正面的思考也很重要 正面的情感和想法会为你吸引到想要的事物 负面情绪没有办法让你创造想要的东西 只会吸引你不要的 花时间安静下来 正面地想着你想要的事物 你如果不以更多的方式思考 而只是在问题上打转 你就在拒绝封诚的了 不要对负面想法感到不安 因为害怕或者讨厌负面思想 只会给它们更多的能量 你可以将负面想法 当做不知道是怎么算好的孩子来回应 保持微笑 指出更好的方式就可以了 每当你认出一个负面想法 就在那个负面想法的旁边 放上一个正面想法 例如 如果你捉到自己正在说 我没有钱啊 简单 改口说 我好富有啊 那就可以了 我的想法至爱而正面 正面思想比负面思想更有力量 一个正面的想法 就能抵消千百个负面的想法 你的灵魂会阻止较低的负面思想形成实相 除非显化它们能够教导你一些对你的成长有益的事 灵魂和宇宙爱你、守护你 你的想法越高、越正面 你的灵魂会让你有更多的想法显化成真 你越进化 你的想法创造实相的力量就越大 而你也就越有责任用更高的方式思考 这里有很多美妙的工具可以帮助你学习正面思考 举个例子 为你的画面加光 你可以想象一道真实的光线进入你内心的画面 你可以练习让负面想法退去、消失 并放大正面的想法 现在花一些时间想一件你想要的事物 是那些说你没有办法拥有它的想法里挑一个出来 想象它开始退色 又或者想象它被写在黑板上 你只在拆掉它 或者将它放进气球里让它飘走 用任何你心中浮现的方式移除那个想法 现在创造一个你能够拥有它的想法 将它写得下来为它加光 想象有人用月耳的声音朗证它 在心中看到你得到你想要的事物的画面 将它变得鲜活生动 仿佛你真是能摸到它 闻到它 看到它 或者感觉到它 放大那个画面 直到你可以走进它 而不单单只是在外面观察它 当你让负面的想法退色消失 你取走它们成为实相的力量 同样道理 当你将正面的想法变得鲜明生动 许许如生 你就是增强你创造为真的能力了 反复想象你想要的事物 会产生很大的力量 过去你得到想要的事物之前 你大概经常会想着它 坚定反复地想 将你想创造的概念植入潜意识 你的潜意识会为你创造成真的 你的想法必须明确不动摇 肯定它是一些能够让你服众的正面思想 当你服众着它们 它们会进入你的潜意识 在那里显化你的实相 用现在识来说这些肯定语 例如是 我拥有无限封性 而且要经常服众它 你的某些负面想法 可能是来自于被周围的人放大的担心和恐惧 例如 你本来觉得自己的经济状况都不错 但是和某位对金钱有烦恼的朋友聊天之后 你也开始担心未来的财务 当你发现这种情况 你要明白 你已经被其他人的想法影响了 提醒自己 你活在丰盛的世界里 你的宇宙一切缘口 大派的人群会产生强大的集体想法 可能影响你的想法 例如 无论在哪里 总是有人对景气感到不安 认为衰退或经济大萧条将来临 如果你也担心经济问题 这样你可能不知不觉 就对准了大众的想法和担忧 而将他们的不安当成自己的不安 无论在哪里 总有人感觉时局宽顿 也总有人认为时机大好 无论外在境况是怎样 你可以创造你的繁荣丰盛 你的挑战是 对自己的经济状况 保持正面的想法 不受集体意识的想法 或者说法所影响 即使在经济情况最糟糕的年代 也有经营得很好的事业和人才 你是你的封城源头 无论经济 或者其他外在的环境是怎样 你都能够拥有美好 正面的风雨人生 我的选择和机会 每天都在增加 正因为你的想法创造了你的实相 透过学习 以更宏大 和不受限制的方式思考 你能够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 天马行空的想法 增加你的创造力 扩展可行性 吸引机会 并让你拥有更多 天马行空的想象 让你先经验得到封城的感觉 而这些感觉 正是为你带来封城的配备 想象力 可以为你的头脑 开解更大的可能性 不受限的想法 可以帮助你触碰生命更大画面 连结大我的广阔视野 帮助你发挥潜能 所有伟大的创作 都似于一个愿景 为人父母的 经常会对孩子 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想象他们可能的为人和成就 就是这样帮助孩子 认出他们为自己 创造最大福祉的能力 当你恋爱的时候 你会认出对方内在的潜能 协助他完全发挥 天马行空的想法意思是 你对自己也要 深存同样美好的憧憬 认出和发挥你的潜能 每当你思考未来 你在创造一种可能的方向 要开展你的潜能 你会要想象梦想真是成真 因为那些美梦和幻想 正为你指出你的潜力 你的梦想是有理由的 他们正引导你 踏上你在地球的更高度图 放大你的愿景 大胆发梦 空怀壮志 如果你想开创新的事业 不要对你可以拥有 或者达到的目标妥协 假设你打算一个星期 服务一个客户 将目标赏成每个星期五位 如果你计划一年之后 开始你的事业 想象一个月之后 就开始他的感觉是如何 假装现在就是一年之后 你在这里回顾自己一年来的成果 你在这一年里完成了些什么 我喜欢并信任我的想象力 发挥想象力 可以扩展你的想法 想象力的范围 远比你的想法大得多 它是你和灵魂最接近的地方 它不受你过去的计划 信念和恐惧所局限 你被赋予想象力 以超越你的物质世界 它让你有能力 跨出人格的限制 而且解放你最大的潜力 你的想象力 可以达到任何次元或者世界 它可以创造一条通往 无限未来的通道 帮助你见到各种选择的可能结果 先用想象力和白日梦 幻想的能力 不要总认为 那没可能的 做不到 想想它的可能性 除了想象你要的结果之外 问一下自己 什么是可能的最好结果 在想象那个可能的最好结果之后 逼自己想一个更好的 当你发现自己在想象 看看你是否可以扩大那个画面 又或者注意更多的细节 想大一点 要求让你认为 你能够拥有的更多 扩大你的想象 放大你的格局 把援一些新点子 看看你是否可以超越你认为 你可以拥有的范围 我是个无限的存在 我能创造我想要的一切 当你开始练习天马行空式的思考 可能还会发现一些先前的想法 仍然在为你创造实相 在你送出不受限的新想法的时候 仍然遇见那些过去有限的 思考创造的结果 不要因为没有见到 立即的成果而沮丧 那些老旧的想法模式 会逐渐离去 而你会经验新想法的成果 你在地球次元学习 以善性的方式显化 所以你必须思考你想要些什么 一再这样想它 而且尝试实现它 你有机会把援你创造的一切 你说 哦 这个不是我真的想要的 又或者是 下次 我想我会要一个不同的东西 地球是个特别的地方 它让你练习 让想法变得清晰之后再显化 尽管你或者抱怨显化想要的东西比预期更要耐 然而 对大多数人来说 想到什么就立即显化 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来的 在你得到某样事物的时候 通常你已经经历了一段成长过程 而且厘清你想要的是什么 允许自己扩大对事物各种可能性的概念 不要担心你是不是有创造它的方法 当你扩大想法 显化梦想的能力也会自然被培养出来 你越扩展想象的水平 对新的领域开放 超越你认为可能的边际 通往无限风声的门就越宽阔了 如果你不相信某一件事是可能的 你就不会拥有它 但是如果你心中有微小的声音说它是可能的 你就已经踏上创造它的道路 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拥有 你就无法创造 在你心中活出你的梦 想象或感觉你已经得到它 听听梦想成真的时候 你会对自己或人家会对你说的是什么 让想象极尽真实 你感觉你可以创造它 而不单单是虚幻或遥远的梦想 允许自己创造一个愿景 发一下百日梦 和天马行空的想象 然后每天 采取一些简单而具体的步骤 去达成你的目标 总是有一些你能立即采取的实际行动 如果你是一位想要组织团体的老师 有时候打扫房间和整理文件 就是你开创愿景的下一步 想象你拥有想要的一切 就是满意的工作 足够的存款美好的关系 看看你会怎样造福周围的人 想象你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很有钱 而且生活顺利是怎样的样 挑战自己要得更多 不单只为了你自己 还要为了全部的人 例如 如果你等待一份更优厚的工作 想象每一个求职的人 都得到很好的积血 如果你想扩大服务的方式 比如说 吸引更多学生来上课 想象每一个想藉由招生 扩展服务机会的人都成功 那就教导你 宇宙存在着 可以让所有人满足的真正封城 藉着设想人人附足 也帮助你连结自己的封城 当你扩大设想的对象 为每一个人想象他的封城 你为自己打开更多封城降临的途径 无限思考 不单是放大想法 还要有创意的 它允许你想象你拥有可能拥有的一切 对愉快的惊喜保持开放 因为你的大我 可能出乎意料地 比你更大更好的一切 信任你会收到完美适合的事物 思想背后的情感 决定显化的快慢 如果你真心渴望一样事物 它会比可有可无的想法实现得更快 让自己产生得到想要事物的兴奋感 生动鲜明地想象你经验到它 仿佛你可以摸到 看到或者感受到它来到的感觉 经常热切地想着它 然而也要愿意放手 让它以最好的方式来到 为了显化你想要的事物 你要维持创造它的意图 换言之 下决心拥有它 而且投入心力得到它 渴望拥有的意图 会引导你将能量集中在你的目标上 当你全神贯注地将精神凝聚在你想要的画面之上 你将会创造它 即使在进行其他活动的时候 也要将那个画面放在心里 当你将焦点固定在得到某一样事物 你对它的意图清楚而强烈的时候 你就能够迅速创造你追寻的事物 你对机会将会保持警觉 而且加以把握 你会轻松愉快地吸引事物来到 现在想一件你渴望的事物 你真心想得到它吗 你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 也会想到它吗 你或者有过冲心想拥有某一样东西 而且依你的真诚 采取必要行动去得到它的经验 你克服障碍 你知道你会得到它 你想到拥有它的时候 心情很正向 你逼不及待地想得到它 相反 你也一定尝试过 创造你不确定是否想拥有的东西 一遇到阻碍 你就要放弃了 如果你认为你想要的东西 有不可及 又或者难以获得 你的意图就不够清楚了 当你拥有一样事物的意图是很清楚 你就会产生一股能量 就像雷射光一样的集中 为你带来你想要的东西 你如果真心想要 就会得到的了 我的梦想成真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